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方正在调查24小时内纽约市发生的四起反犹太袭击事件 目前纽约州州长葛默呼吁展开仇恨犯罪调查 市长白思豪呼吁结束暴力 一个反歧视组织悬赏缉拿嫌犯 据ABC NY报道 最近的一次袭击发生在周二晚上 在布鲁克林皇冠高地附近 监控录像拍到了案发经过 一名56岁的男子报告说 下午5点左右 他走在联合大街上时 至少有4名男子从他身后走过来 其中一人用握紧的拳头打他的后脑勺 住在附近的人很担心 居民约西博科维茨说 当我的孩子在街上的时候 我很担心 我告诉他们要多回头看 要注意周围的环境 如果他们看到一大群人跟着自己就应该过马路 另一起袭击事件发生在周一 在中城东41街附近 警方逮捕了一名来自迈阿密的男子 他被指控发表反犹太言论 殴打一名65岁的男子 并在他倒地时踢他 警方说 另外两起事件为两名儿童 在威廉斯堡附近遭到袭击 以及在皇冠高地 一名男子对金斯顿大道上的一名男子告喊反犹太口号 这些犯罪事件发生的时间本应是圣诞节的和平时期 而不到两周前 泽西城一家犹太熟食店就发生了 有针对性的袭击和致命枪战 与去年同期相比 今年纽约市反犹太仇恨犯罪增加了53% 反仇恨联盟提供了1万美元的奖金 悬赏被监控拍到的案件的逮捕信息 参与涉嫌截杀哥伦比亚大学大一女生梅吉斯的 第三名未成年嫌犯逃亡两周后 警方于26日宣布其归案 市警总局犯罪控制策略长哈里森26日宣布 这名14岁的非洲裔嫌犯已被警方控制 案件仍在继续调查时中 警方同时感谢提供线索和信息的所有人 据《每日邮报》报道 该嫌犯是于26日在布朗市被捕 警方曾于20日罕见公布其清晰声面照片 呼吁民众举报 但仍因其未成年缘故 没有公布他的姓名 18岁的梅吉斯 11日傍晚 在位于哥大校园附近的陈边公园 遭两名14岁和一名13岁非洲裔少年组成的团伙抢劫 遭三人持刀猛刺后身亡 警方次日便逮捕了13岁的戴维斯 随后再逮捕另一名14岁嫌犯 根据两人供词获知第三人信息 戴维斯目前被控二级谋杀 一级抢劫和四级非法持有武器罪名 但先前被捕的14岁嫌犯则获释 过完了圣诞节 由纽约市清洁局和市公园局在全市各区举办的圣诞树回收活动随即展开 民众可于26日至明年1月11日将圣诞树送至指定回收站 市清洁局会把圣诞树粉碎成木屑作为堆肥 根据市公园局统计 在去年的圣诞树回收活动期间 全市一共回收了超过28000棵树 今年主办方再次呼吁 民众可以将去除所有装饰的圣诞树回收 滋养纽约市的公园和社区花园 回收服务分为粉碎服务和开车丢弃两种 在全市五大区共66个回收场中 有32处提供现场粉碎服务 民众需留意开车丢弃从26日开始至1月11日 粉碎服务仅在1月4日和11日两个周日上午 时时至下午二时提供 选择开车丢弃者可将椰蛋树交由工作人员粉碎 日后相关单位将把木屑洒至全市公园等处 选择粉碎服务者则可将木屑取回 拿回家为家中植物做天然肥料 现场也会提供装木屑的袋子 市公园局提醒 民众回收圣诞树前 应拿掉所有的彩灯 装饰以及保护网 也可自己动手将不要的圣诞树制作成肥料 只要用工具取下圣诞树上的长绿树枝和小树干 就可成为堆肥 残余的圣诞树再丢弃在规定地点回收即可 圣诞节吃中餐成为美国犹太人的传统 除了华人社区的中餐馆 位于布鲁克林犹太人经营的餐厅 Mile and Daily 则连续十年在这一天全做中餐 举行犹太的圣诞节中餐圣宴主题活动 创始人蒂托尔曼表示 这不仅还原而实着家庭传统 更传承了许多犹太家庭成长轨迹 根据犹太教法 禁止饮食中将牛奶和肉的混合 但在西式菜品中 这种情况常会发生 而中餐则基本不会融入奶制品 虽然犹太人不吃中餐中常见的猪肉或贝类 不过中国菜品丰富 即使避开猪肉和贝类 仍然可享受丰富多彩的菜品 蒂托尔曼说 中餐让犹太人可以较为安全地吃到充满抑郁风情的菜 今年是Maya & Deli的犹太的圣诞节 中餐盛宴十周年 当天店里挂满了红灯笼 桌上提供筷子以及茶水 且定位早在一周前就预约一空 菜品也从麻辣凉拌黄瓜到左宗堂基 再到熏肉包子和炒饭 中式和犹太式菜肴相结合 蒂托尔曼说 如今对于许多美国犹太人来说 圣诞节前后脑海中浮现的不是各种知识派 而是一盘牛肉捞面 一盘左宗堂基 以及一盘川味小炒 美国味全食品公司成立于1972年 是中式食品制造和进口供应商 目前在洛杉矶 田纳西两个食品工厂 及洛杉矶旧金山 德州 芝加哥 纽约 亚特兰大 六个分公司 美国味全公司从三个方面来严格把控我们的品质 首先是我们有高技术的液态弹极速单动设备 这个液态弹极速单动设备是可以短时间内 让锁住刚刚生产出来的产品的鲜度以及水分 那从而减少了产品解冻之后的品质差异 那再有一个呢 我们有很高规格的品质管理团队 还有就是我们六个分公司的配送车队 都是有非常严谨的温控把关的 像我们的工厂USDA会驻厂监督 那我们每一天的生产 USDA都会严格把控 那我们生产的标准和规格都是完全符合美国农业部的要求 我们美国味全食品公司拥有高水平的研发团队 所以我们是在传承中华传统美食的基础上 我们会不断的推陈出新 那像线下呢 我们结合了当下的流行趋势 那中餐最近川菜非常的火热 那我们也推出了各款的辣味水饺以及煎饺 那像我们不但精厨真品系列 有推出麻辣猪肉口味水饺 那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也会推出藤椒口味的麻辣鸡肉水饺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美加真味系列也推出了XO口味的干北虾水饺 以及煎饺系列有湿拉叉口味的鸡肉和猪肉煎饺 美国味全食品公司成立40年 秉持对食品的热忱及品质的坚持 传统在创新 借由不断投入之专业与技术 致力于生产优质的传统美味 为全好滋味 幸福全到位 侧嘉宾榜 请不吕示 一辈子